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今天我们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到这来乘坐到阿拉斯加的邮轮 夏季是阿拉斯加的旅游旺季 西雅图和温哥华都有各种不同的到阿拉斯加邮轮的计划 我们经过了一些筛选以后 选择了一个最适合我们各种条件的单程七日游计划 游轮由温哥华出发 沿途经过四个地方最后在苏厄德下船 从苏厄德我们坐大巴到安克里奇 再乘飞机返回到西雅图 因为游轮每次停留在当地城镇的时间有限 单程游最大的优点就是 下船以后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做我们自己的计划 我们在苏厄德就去参观了著名的基奈侠湾国家公园 还没有看过那期视频的朋友 可在置顶留言里找到视频链接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沿途停留的四个城镇的其中两个 西特卡 诸诺 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和景点 登上船以后的第二天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一天 可是这一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除了餐厅里应有尽有的各种美食以外 游轮的服务团队还为乘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健身 娱乐和购物活动 我们现在到达了廷伯的第一站 西特卡 西特卡 下了船以后 我们乘坐免费的大巴 穿过了一些当地的居民小区 十几分钟以后 我们就到达了市中心 西特卡是阿拉斯加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城市 当地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在一万年前就在这里定居了 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 只能搭船或者是乘飞机到达 据2020年的人口统计这里的常住居民只有8500名左右 但当时它是阿拉斯加人口第五大城市 西特卡行政区占地总面积为4710平方英里 虽然它的人口少 但它是美国总面积最大的城市 西特卡还是1867年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转让仪式的举办地 它曾是美国政府阿拉斯加部和阿拉斯加特区的首都 直到1906年 由于西特卡相对于诸诺的经济重要性下降 政府所在地向北牵制到诸诺 因为没有车 我们今天就想去参观一下两个步行就可到达的景点 一个是阿拉斯加最小的国家历史公园 这边有一个著名的东正教大教堂 我们今天也想去看一下 到历史公园的途中路过了西特卡海湾科学中心 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多的三文鱼 行大概20多分钟以后 我们就来到了西特卡国家历史公园 它是阿拉斯加最小的国家历史公园 这里是当地印第安人特林吉特和俄罗斯历史的重要遗址 这里也是正宗的特林吉特和海达图腾柱的所在地 中文字幕提供 这些图腾柱都坐落在巨大的西特卡云山雨林中 位于印度河入海口 霾华山雨林中 从历史公园出来以后 我们又步行回到市中心 去看东正教教堂 圣迈克尔大教堂 是美国最早的东正教大教堂 它建于1848年 当时阿拉斯加还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从1872年后 大教堂由阿拉斯加教区管辖 自1962年以来 它一直是国家历史地标 作为俄罗斯在北美 尤其是阿拉斯加东南部影响力的重要遗产而闻名 1966年的一场意外火灾 摧毁了这座原始的教堂 但随后又得到了重建 新建筑的绿色圆顶和金色十字架 是希特卡的显著地标 离开希特卡 在船上航行了一晚上以后 第四天 我们到达了朱诺市 朱诺是阿拉斯加州的首府 与全美城市相比 大朱诺地区占地面积排行第二 这里人口为三万两千多人 是阿拉斯加人口第三多的城市 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期间 每天还会有六千或者是更多的人涌入朱诺 朱诺在美国所有州首府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没有道路连接阿拉斯加其他地区 或整个北美大陆 由于城市周围地区极为崎岖 因此缺乏道路网络 所以就交通而言 朱诺实际上是一座岛屿城市 所有进出的人和货物 必须通过飞机或船只运输 如果时间允许 在朱诺可以参加各种旅游计划 先给大家介绍两个离游轮很近 步行就可到达的游览项目 然后带大家去看朱诺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金代罗伯斯山缆车 是阿拉斯加东南部唯一的一个空中缆车 只需要五分钟 即可带你到达海拔1800英尺的高度 到了山顶上 还可踏上各种徒步小径 观赏朱诺的市中心全景 那里还有一个自然中心 可以看到各种动植物展览 上面还有一个餐厅 可以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用餐 票价一人50刀 崔西帝王蟹小屋 是一个网红店 它以精心制作的阿拉斯加帝王蟹而闻名 尽管它菜单上的品种有限 而且价格不菲 但它深受游客的欢迎 经常排起长队 门登霍尔冰川是朱诺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它位于门登霍尔山谷 距离朱诺市中心只有12英里 到达那里可以乘坐专程大巴 出租车或叫Uber 专程大巴的费用一人来回90刀 但单程只需30分钟 为了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我们决定搭乘公交车 可乘坐第三号Bus 从市中心出发 单向车程一个小时 在Joych Lake Road站下车 一张车票只有两枚刀 下车以后还需要走30分钟 就可到达公园的客服中心 公园门票一人五刀 有生以来第一次摸到了野生狗熊的皮毛 公园的管理人员还教会我们 怎么识别黑熊和棕熊 由于今年水化的比较多 去Nargate Falls 尽快瀑布的小镜关闭了 所以不能近距离看冰川 但我们还可以通过我的镜头 很清楚地欣赏到 曼登号冰川和周围的优美景色 这里的客服中心地势比较高 在这里可以以各种角度 捕捉冰川的全貌 而且是和冰川合影的好地方 虽然曼登号周围的小镜关闭 但外围的小镜还都是开放的 我们在返回的路上 正好路过东冰川步道 那里环境优雅 空气新鲜 非常舒适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 下次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阿拉斯加游轮之旅 停泊的后面两站 石凯威和滨海峡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